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太乱了 每次要找出一种神奇变身水 都得花掉它好几个小时的时间 它把所有神奇变身水都从架子上拿下来 然后再小心地整理好 重新摆回去 雨 这瓶是什么呢 巫师盯着一瓶他刚从地上掀起来的神奇变身水 自言自语 这一瓶的标签掉了 就在这个时候 他忽然听到敲门声 真烦人 巫师生气地嘟囔着 什么时候我才能安安静静地做好一件事啊 巫师把门打开 说 走开 我很忙 去去去去 站在门外的 是一只小老鼠 它早就习惯别人冲它喊 去去去了 所以 它对巫师的不礼貌 一点也不在意 我要买一瓶神奇变身水 小老鼠说 我 我讨厌做一只老鼠 没人喜欢老鼠 人们养猫来吃我们 装捕鼠器来抓我们 还拿扫把来追打我们 每次都冲着我们就要 去去去去去 当老鼠一点也不快乐 我想变成 变成别的东西 譬如什么呢 巫师问他 嗯 我还没想好 小老鼠说 我想先来看看 你有什么神奇变身水在做决定 现在 所有的东西都乱糟糟的 巫师告诉小老鼠 你明天再来 诶 等一下 巫师忽然想起他手上的那瓶 神奇变身水 来 这瓶送你 免费的 巫师把瓶子拿给小老鼠 这上面没有标签啊 小老鼠说 我会变成什么样呢 别的东西啊 巫师回答 你不是说要变成别的东西吗 说完 他便砰的一声 把门关上 又回去整理那堆瓶子了 小老鼠回到家 把瓶子放在餐桌上 在他忙着找东西来拔掉瓶塞的时候 他试着猜想 那瓶神奇变身水 会把它变成什么东西 也许 是一只蝴蝶 蝴蝶很漂亮 但是 它们活不久 它不想变成一只蝴蝶 乌龟可以活得很久 但是 它们不漂亮 而且动作慢吞吞的 小老鼠希望 它不会变成一只乌龟 蜜蜂飞得很快 但是它们得辛勤地工作 工作可不是老鼠喜欢做的事 蚂蚁可以去野餐 可是 它们常常被踩到 鸟儿可以快乐地歌唱 但是 鸟儿吃虫 想到这里 小老鼠就觉得有一点恶心 如果 如果我是一只猫呢 小老鼠又想 猫吃 猫吃老鼠 它想到这儿 就要晕倒了 也许 这瓶变身水 就是会把你变成老鼠的 那用在我身上 就一点也看不出来了 就 就像 蛋黄滴在黄色的围兜上一样 好吧 如果 我变成一头大象 倒还不错 小老鼠想 但是 大象住不进我的家呀 那是一间很棒的小房子 小老鼠好喜欢 它希望 自己不会变成一头大象 事实上 它实在想不出 到底喜欢变成什么 当老鼠是有很多问题 嗯 它下决心了 但是 至少我知道 当老鼠是怎么一回事 变成别的东西 说不定 问题会更大呢 因此 它把那瓶神奇变身水 拿去还给吴师 我 你变了 吴师说 我想我是变了 小老鼠说 我本来是一只 很不快乐的小老鼠 但是现在 我 嗯 是别的东西 是 是神奇变身水的功劳吗 吴师问 我想是吧 小老鼠回答 吴师兴奋的一句话 也说不出来 这是我神奇变身水 第一次有效 他很高兴地说 看起来 有双重效果 小老鼠说 它让我们两个 就变得快乐了 神奇变身水 真是奇妙呀 吴师回到屋子里 把所有瓶子上的标签 统统撕了下来 然后又随意地把它们放回架子上 怎么排练再也不是问题了 从此以后 在瓦勒比我卢镇 无论什么时候 只要有谁不喜欢当自己 都知道该怎么做 去向吴师买一瓶神奇变身水 而且 只要你不把瓶子打开 就保证有效 请不吝点赞订阅